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枪把哨兵就干掉了 呦 枪声一响 清军是手忙脚乱 怎么回事 什么事 谁往外一探头 啪 就一枪 指定是大街盖 脑袋开花 王文举正在熟睡之时 听见外边枪声大作 不知道怎么回事 拎着铁公鸡 穿着睡衣他出来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名枪 蒙蒙灯灯的眼还没能睁开呢 张作霖都手一想 啪 脑瓜敲碎 就死在门口这儿 当头立死 底下乱套了 反正能打死就打死 不能打的就别打 张作霖也有这话 放弃武器者跑的就算了 就这样没费挥挥之力 把银子车赶出高盛店 老百姓吓得全钻桌底下来 谁敢看 路上一点困难也没遇上 他们就回到红桌舰 到红桌舰 把银子搁起来 先听听风 那么活着回去 向新民府三营统领 王奉平报告 王奉平马上赶到 奉天将军府报告 也无可奈何 不知道是哪个柳子干的 遍地都是谁 找谁家 因此暗器暗变 张作霖是发的笔和横财呀 张作霖还开了个会 告诉大伙 钱咱有了 原来我打算呢 回来咱就分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那样做不合适 咱们还得望长久远 这笔钱是保命的钱 我分派一下 不知道弟兄们 有如何的看法 对当你说 你说了算 咱们都行 先提出一万 这笔数目可不小 等提完了 张作霖告诉 去 把那坑重新再跑开 取出一百只好枪 大伙不知道干什么 又取出一百只好枪 张作霖亲自过了数 把汤二虎张四飞叫过来 二伯哥哥 麻烦你们辛苦一趟 把这些东西装上车 送到三界沟青马坎 这是送给我干老杜老畔的 老人家平日对我不薄 我现在富裕了 腰杆硬了 不能忘恩负义 这多多少少 表示我一点细腻 烦老你们给送去吧 罢了 兄弟 你想的真招的啊 不过二位哥哥 我还得借重你们二位 速去速回 哎你放心 连我们我们都不走 老爷子有话 我们跟你就算票上的 回来见回来见啊 就这样 汤二虎张四飞 压着一百颗枪 一万两银子 到了三界沟青马坎 一进大厅啊 杜老畔和他的仨兄弟 杜宝曾 杜宝星 杜宝旺 杜宝善都在 杜立三也在 狗头军事 宋庆莲也在 正议论最近发生的事儿呢 大伙就猜测 什么人胆大抱天 学习双天洋堂 外边传出方便的 头一种传说就是青马坎三界沟 杜宝旺 有人似乎还说 这帮柳子还超长寒的 要问我们哪里 我们是三界沟青马坎的 这不是往咱们头顶栽赃吗 另一种传说 这事儿是辽阳的 冯林葛干的 因为冯林葛受恶国人的支持 跟东洋人有仇 在恶大鼻子的支持下 干的这个事儿 但光是谣传没有真凭实据 还有一种说法 是八脚台张景辉的人干的 不过不可能 张景辉是个豆腐匠出身 跟豆腐似的 你要问他一斤豆腐能出几块豆腐 行 要干这种事儿得借他个胆子 他不敢 骗小冯 不能心惊哥哥死了 他哪能敢在新民署去冒险呢 究竟谁呢 大伙无猜测 但是杜老派 心里有数 十有八九是老嘎子干的 这老嘎子可够赶的 你看这么大的买卖时间 你应当跟我研究研究 跟我打个招呼 这孩子胆子是越来越大的 也可能不是他 大伙正猜测之时 汤二虎 张肃飞进来 老当家的 各位 我们回来了 哎呦 杜老派眼睛一亮啊 关来关来关来 我问问 你们这些日子没上山 干什么呢 跟您老人家说吧 忙得脚打后脑勺 另外给您老人家道喜 您干儿子是这一份 两个人同时挑起大拇指 现在的张老嘎子跟过去不一样了 在赵吉庙成立的保险队 是这么大 到这没有背人的话 领着他们怎么学习的双田洋行 兴隆变怎么接的官员 全都说 最后 让杜老畔到院里看看 一万两雪花白盐 一百颗金沟嘎子狼 东洋快枪 另外还有五十箱子子袋 这是送给您的 老嘎子说了 现在腰杆硬了 多少有点收入 不能忘本 这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杜老畔问平时 勉然大笑 哈哈哈哈 怎么样 我就看这老嘎子 不是掌闲之辈吧 如今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这小他妈真龙性 好呀的 陆里人就需要有这样的人 好好好 我收下 我收下 盘点树木 哭了哭了 在这杜老畔 摆着一桌酒席 给张思飞 唐二虎 接风 另外仔细询问 张作霖的情况 你别人都挺高兴 就两人不高兴 一个杜立三 一个狗头军事 宋青莲 这杜立三 小脸 沉沉着着 面色 撇清 他爹越高兴 他越生气 杜老畔也不瞎 看出来了 小立子 你干什么这模样 怎么 你不高兴吗 爹 我哪敢不高兴 只是我有句话 不知道当讲 不当讲 说吧 什么事 爹 您不要高兴 得太早了 这个张老嘎子 绝不是一般的人 我宋青莲 给他向我面 他是一双胡眼 激紧过人 他是狐狸眼睛 外中后内戒战 非同一般 到了他好的时候 肯定忘恩负义 现在 无非是给咱点田草 尝尝 迟早 必受他的 助脸 以我说 这东西咱不要 给他退回去 从今天开始 一刀两断 他走他的阳关道 咱过咱的独木桥 他张老嘎子 飞黄 腾达 咱也不演气 他倒了没 咱也不管 这才叫上策 不然呢 你老人家又毁清了长次的那篇 放屁 他把你小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老嘎子 哪边把你得罪的这么汗心 你没事跑这报丧来 别说了 不是 不是 我就知道嘛 我这一说你呢 人家指定生气 哈哈 不谈这事 行不 爱怎么的 怎么的 将来吃了苦 你们别怪我 没把丑话讲到前面 杜丽三一甩袖子 领着苏青莲走了 杜老盼是愚怒未笑 发走 他妈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家 要换成老嘎子 我得多高兴 你要像人家老嘎子那样 我早就养老了 六十多了 何必还支撑这份家业 偶心立血 真叫人不伤心 他几个兄弟苦劝 老头的气才消了 汤二虎和张世飞说 老张家的 老嘎子有个要求 说他刚成立保险队 腰杆还软 打算让我们哥俩呢 最近时期还得帮帮他的忙 我们也不知道家里的事怎么样 您看是让我们去呀 还是留在家里头 去吧去吧 老嘎子说的对 本来嘛 别看他做了两笔横买卖 肩膀头还窄呀 还望不开 你们哥俩应当真心辅佐 等山上有事 再叫你们回来 是 是 就这样 两个人离开三界沟 又回到洪罗建 过些日子 哎 张作霖家的喜事传来了 什么喜事啊 他媳妇生起个大胖丫头 就那二妞啊 给他生了个丫头 张作霖非常高兴 骑着马赶到二德沟 到了屋里 看望他们母子 抱着这孩子 亲了又亲 啃了又啃 你看这玩意就这么怪 狮子老虎 那些狐独不吃子 别看张作霖杀人不眨眼 对于自己的骨肉 那也是爱如至宝 张作霖乐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思索半天给孩子起个名 叫守方 张守方就是张学良的大姐 头一个 他娘当然也高兴了 把张作霖来到屋里啊 就说 孩儿啊 不要种男情女啊 男女都一样 你看二牛给你生了个丫头 我怕你犯鱼脾气 娘啊 我怎么能呢 说两句话 我还真喜欢丫头 丫头懂事 历史 我一点那个想法都没有 娘你只管放心吧 张作霖嘴没说 心里想 什么丫头小子的 我脑袋也都裤腰带上 有今天没明天 说不定哪一天 我就根儿屁超凉了 爱什么什么 这话他不能跟他娘说 可得了个大丫头 这是喜事 亲朋好友 齐来祝贺 尤其张作霖上回做那买卖 得了五万两银子 给三界沟送去一万 还剩四万 从四万之中又提出一万 还剩三万 把那三万深深的埋起 这一万银子分两部分 一部分给了红螺剑支配 另一部分拿回赵西庙 全给关了响了 而且关的双响 每个保险队员换了一套新棉衣 家家户户给苏家米面 猪肉粉条 冻豆腐 哎呀 大家非常高兴 保险队的家属也都跟着沾了光了 是极大欢喜 所以这年过得非常痛快 哎张月前 张作霖又得了个女儿 喜上加喜 有人建议应当隆重祝贺 张作霖一想祝贺就祝贺 大家快乐 在赵解庙 二大高 大家的喜鹏 招待亲朋好友 来吧吃吧 凡是来的都是拔个菜一个汤 远路来的 给拿路费 这块简直比过年都不差呀 敲锣打鼓 说说笑笑 正给女儿 办满月的这一篇 更隆重了 办满月嘛 有上礼的 有随分子的 张作霖 领着弟兄们 正在张作的时候 有个保险队员 无非事件 跑进保险队部 巴拉 巴拉 巴拉大队长 辽阳高托子的冯林可 冯当家的来了 听说来跟你喝起来 这个 张作霖的脸 刷就变了 什么原因 那冯林可还撩着 撩西巨匪 坐一脚 撩东半岛都颤三颤摇三摇 手下好几千人吧 要提起他呢 官内官外 无人不知 那冯林可 手下一共一百零八帮 他是大瓢霸子 职长生杀大权 除了三界沟的杜立三杜家父子之外 哪个柳子 不怕人家 就是杜立三他们敢分庭抗礼 除此之外 见着冯林可 那是凤若神灵啊 你说 他怎么能跑到我这赵金庙来呢 他那么高的资格 见我一个小小的保险队长 为什么 正这是他老丈人也来了 听这信 老高的 我要讲这事不太对劲啊 你要好生招待 可千千万万得罪不起啊 那是阎王爷啊 要得罪了一比二 人家手这么一钻 咱们就成碎渣呢 我明白 准备迎接 张作霖 把乡亲们搭他走了 把保险队的队部 手指的干干净净 张灯接彩 率领着青龙魂龙 汤二胡张是飞 海昆 都来了 这些人给他祝贺 列队迎接 时间不大 就见正西方 尘头大截 马挂轮陵啊 来了三十多人 你神都是高头大 为首的有匹大青马 像青钻子相似 挂着威武林 安颤赠名刷亮 满桥坐着一个人 这人这个 比张作霖 能高得一头吧 浓眉大眼 看这样 三十七八岁 不到四十岁 头上玄乎皮的帽子 身上穿着 玄乎皮的大皮袍子 腰里刷着本带 挂着双家伙 比业当着大把穴 在他后边 跟着四个飙行大汉 也就是他手下四大炮手 鸡金村 砍潮喜 天昏地暗 天昏地暗 这四位是四粮八弱 再后的全是包标 一闪都是西洋的快枪 高超大大 一阵也把你震住了 一照也把你照画了 张作霖还真不上 他到边等着 一看马队到了进前了 张作霖把手一扬 留步 各位请下马 马是就地打转 等听闻之后 众人甩一蹬下马 砍潮喜 以及金村 强步骑身过来 兄弟兄弟 还认得我们弟兄吗 张作霖一看怎么不认得 在牛心坨 跟他们俩相遇 这二位拦路抢劫 叫张作霖给打爬下 后来俩人哭诉经过 张作霖度了怜悯之心 没要他们的命 而且还赠给他们银子 二人感谢恩 要求跟张作霖堆土为炉 插草为香 就在道边结了败了 集金村老大 砍潮喜老二 张作霖老三 打那之后分手了 这哥俩说 我们要投奔风铃哥 一直到今天 两人回来了 现在是四梁八柱 挑大梁的两位 那是冯铃哥手下的左膀右臂 跟当初大不相同了 但两个人没忘本 拉住张作霖的手 眼泪都掉下来了 兄弟兄弟 虽然我们不在一起 你可知道 哥哥是日夜四面一米 今天总算见着了 就得平好 托二位哥哥的福 我混点还算可以 那就好 那就好 听说弟妹 给你升起一位千金 这不 我们大横马文兄之后 非常高兴 英雄爱好 不愿百里 前来给你祝贺 来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 把张作霖 领到冯铭河进前 这一介绍 张作霖外面 那过得去 这是老前辈 张作霖出入赌场的时候 穿露屁和裤子的时候 狗屁不是的时候 人家就是刘夕这大横马 怎么跟人家比 因此张作霖是毕宫毕硬 一公到地 老前辈 恕在下不知 应皆来迟 罪该万福 我给您请安了 说着土儿一驱 要下跪 冯铭河用一手相唱 没了 没了 来来 过来我看看 嗯 好样的 好样的 我老弟 于兄虽然说 在辽阳高驼子 也听见这不点消息 知道你是咱们 陆林当中的 后期之秀 了不起 因此今天 特来拜吧 顺便给老弟 喝起 哎呀 不敢当 不敢当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你不行 你不行 接过马匹 赵家庙的保险队赶紧过去 把人家的马匹接过来 刷洗烟料 把人家的人 请进保险队的队部 别看张月的事 屋里都点着大炭火盆 热气扑脸 因为事先早就做了准备的 熟悉的干净利落 其他的弟兄 在配方 正方屋里头 就让进冯林阁 砍超喜 金金存 天昏地暗 这五个人 张作霖的身边 带着汤二胡 张之飞 青龙昏龙 海宽 端茶 蓬水 在这招待 张作霖 坐到下垂手 规规矩矩 老前辈 您今天怎么这么德侠 大驾金身 光临必对 真是三生有幸 哎呀 我说老嘎子 你还真有两句词儿呢 哎 方才我没说吗 英雄爱好汉 我九文大名 早想见见你 另外 你得了一位大千金 我哪能不来祝贺呢 嗯 冲着天昏地暗 一时眼色 两个人在兜里伸手 拽出去张银票 往桌上去放 张作霖 你看 白银 三千两 上里的些 出手大发 是灰金四土啊 孩子办满月 给上三千两年子 就在官场之中 像当大官的也舍不得 张作霖不敢收啊 因为张作霖明白 方林格来者不善 是善者不来 我可要加好的防备啊 也许今天 是来了非灾 横祸 听众朋友 长篇评书 乱世枭雄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听门 听门 听门